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也是偏向是喜欢浓缩导向的 因为每次听完啊 因为像阿提有时候会把音档交回来给我 因为有时候是阿提剪嘛 然后我听完我想说这一段为什么不修掉 我就会自己把动刀把它砍掉 我想说这段可以拿掉 好了好像每次阿茂的回来的 我想说这集也太好听了吧 我就是以一个纯粹乐听人去听一集podcast节目 就是我会想要听到什么东西 我不想听到什么东西的角度来剪 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啊 就是跟你不熟悉的内容相关 对 就是布袋戏 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最近我们苏涵珍电影上映嘛 是 那蛮多正反两极的讨论 那这部电影我们也看到是说总监他希望的是可以打进不是布袋戏族群的市场 了解 所以他蛮多内容是对于布袋戏迷来说算是蛮浅白 甚至是有点不习惯是那样子演出方式 所以我今天才想说不然来邀请阿茂来聊聊看这一集 尤其这是第一次跟你fit 有感受到我的紧张吧 对我觉得你现在一字一句都非常的谨慎 对我就想说这句不能重来 如果重来的话就说我们先停一下 其实没有关系啦 Podcast节目本来就可以后制啊 对啊 我就想说好反正我讲错话 那个后制也会帮我修正 大家可以返回去听之前几集 阿体剪的跟阿茂剪的会有很大的风格不一样 尤其有一集 其实阿茂就已经现身了 大家自己回去听 嘿 对这个是必须要很认真听我们节目的人才会发现的 因为我发现那一段出来真的是有帮我们节目加分 我那时候就觉得那一句话非常的隆重 我就觉得不行 好像给他加一点什么特效 但是就想要把它叠两个音轨 两个都是gabber呢也不好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声音加了一点效果进去 对我觉得超赞 那一集很值得大家去听 如果大家没猜出来 我会留在留言区 让大家回去听这集 对大家记得回去听啊 对啊 好啦我们刚才讲到今天的主题嘛 就是来聊你印象中的布袋戏好了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看苏兰真电影前 大家对布袋戏一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对布袋戏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对布袋戏的第一印象哦 就是小时候因为我本身是桃园大西人 然后还蛮常可以听得到我爸 他说要不要去看哪边摆的什么野台戏布袋戏 那也是有跟过去看几次 就是看到超偶师拿着一个手大小的布袋戏在那边互打 那在电视上的印象呢 就是也是我爸他转到布袋戏的电视台 然后我偶尔会边喝茶边跟他一起看 但是毕竟是讲台语 所以我对里面的剧情老实说也不会特别的follow 但总而言之就会觉得 电视上两个布袋在那边打架 而且用很多很华丽的特效 就觉得还蛮不错 蛮新奇的 所以你刚才讲到 其实你是不太懂台语 还是不会讲 还是听不懂 就不太懂 而且我知道布袋戏的某一些台词跟言语 都有点文言 就是还蛮文学化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布袋戏的台语啊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觉得有些布袋戏的台语用词 不会是我们印象中的闽南语 对 他甚至有些用语的方式 他比如说 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 我印象很深刻 通常我们说不行 会怎么说 会说 没塞 没音乐 对不 结果他居然在里面 就是八指麒麟 就是素晗正的师傅 他讲了一句话 我突然间想说 不可以 对不可以 可是他前面是说 没音信 没音信 可是下一句接着是 不可以 对 所以我会好奇说 那个布袋戏的台语 他到底是依据什么 来把它转换成不一样的形态 他是有什么考究的吗 还是 我觉得这个算是配音 就好比说 素晗正电影里面 是由黄文泽 八音才子配音 他的声音的变化 其实对于戏你来说 算是一个经典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 他的声音变化如何 老实说我以前对于布袋戏的配音就知道 是同一个人一直在换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他学女生的声音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毕竟有这种声音出现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般不是布袋戏名的人会有的 就觉得为什么要不多人配音 而是要一个人撑完全场 然后那个声音还不一定表现得到 这个角色该要有的韵味 我老实说就是他再怎么学女生活 还是下意识认为 这就是男生啊 这是正常的 这绝对是正常 然后再来你刚才说的 如何判断说 这句话要用什么词 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傅董 就是黄文泽先生 他自己的判断 他希望这一句台词是比较偏美的 他可能 他的用语就会换方式 好比说 可能像刚才说不call it 就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那有时候有些台语 好比说美音劲还是什么的 对于布袋戏来说 他太生活化 所以他不太会每次都说美音劲 还是美赛 所以是会依照角色的特质 去改变他那个角色说话的方式 对 所以就像素兰真 他如果说美赛 也会想说 他哪位 对不对 就一个主角 然后就是文质彬彬的 可是他就想说美赛 我就会想说 他哪位 对 就跟角色设定不一样 所以这有点像是 刚才常讲的 就是其实 布袋戏的台语 跟我们一般日常所说的台语 会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好酷喔 对啊 为了戏剧 还是要有一点 可能稍微修正 对 对啊 这个部分是 比较特别的啦 然后也是 蛮多人没办法理解的事 对 尤其像你刚才说的女生 为什么 男生要装女生的声音 然后 可是布袋戏迷 却很能接受这件事 对 但后来就是因为 之后有认识一个 对布袋戏非常了解的朋友 嗯 就是阿提啊 对 因为我也是阿提才认识你 对 然后 因为他的关系 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些节目的 他们配音的表现 就真的觉得 你一个人的声音 可以做到那么多的变化 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对 真的很佩服 我觉得 黄文泽先生的声音 是 是真的是 我到现在 还不觉得 有人能够 超越他 可能他爸爸 嗯 就是 一直以来都很强 是 所以 听到黄文泽先生的声音 我都会觉得 嗯 算是国宝级等级啦 就是 以台湾的配音界来说 我自己观察到的 可能是说 大家还是会 一个人要配很多个角色 嗯 但是那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 是说 我们的声音都比不上日本 嗯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 呃 就是台湾人普遍觉得 配音这一块 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啦 对 对 真的 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仔细听 那些配音员 然后配音师傅的用心 可以发现里面有一些乐趣在 然后我也觉得 黄文泽先生在你们 就是老戏迷的心中 他已经是一本教科书了 对 真的 所以 才会有那种换声音 突然没办法接受的正通气 好 那刚才你讲到 你住大溪 是 那其实大溪跟布莱谢 远远是什么 我这边可以先讲 我小时候的故事 说来听听 因为毕竟我跟你岁数有差啦 哈哈 对 好 我小时候 霹雳常跟大溪合作 伴大溪人偶节 好像有听过 但好像又不是那么的熟悉 然后以及 以前 大溪霹雳有一个 专卖店 算是加盟的吧 反正就是 那边有一个专门展示 布莱谢偶的地方 都是那种小小的用手 就可以套住的吗 还是现在那种大尊的 就是霹雳的电视偶 电视偶 本尊吗 不是本尊啦 它就是你可以买回家的 可以买回家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精品店 就是我可以去买布莱谢的商品 周边店 你可以在大溪的老街里面 看到有一家店家是 可以买得到布莱谢任何的商品 这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这当然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连我现在都有点印象薄弱 尤其现在的 布莱谢的发展 商品其实很多元 可是在我小时候来说 周边商品其实发展性 没有到现在的那么多元 现在可能像饼干 还是什么都可以出 那以前顶多就是马克杯 还是扑克牌 等等的 这是比较我小时候 就会有的东西 到现在你可以看到 你现在录音的左后方 那边全部都是扑克牌 全部都是扑克牌 因为对我来说 扑克牌有一个 阿迪他有跟我说过 收藏扑克牌的意义 就是里面有52张 几乎都不一样 54张 他有两张鬼牌 对 所以你可以一次看到 54个角色 对 这是一个非常CP值 爆表的收藏品 对 所以对我来说 以前如果要去大溪 我就必须要去捕获 对于我这样的戏米来说 我们讲的好像要去Costco一样 对对对 以前去大溪 就对我来说 就是跟现在去Costco一样 就是 你是讲Costco还是Costco 我是讲Costco 好 我每次只要去大溪 我就想好 我要现在霹雳网 看好我今天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到大溪老街之后 我就要把那些东西抢回来 有时候还不一定有 你可能之后 过一段岁月之后 才可以再拿到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我买到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小时候没有办法 满足的遗憾 好 那这是我觉得 这比较偏我小时候 对大溪的印象 对那人偶节嘛 它是人偶节限定推出吗 还是平常就有在卖呢 平常就有在卖 哦好酷哦 是人偶节会特地办一些活动 尤其这个应该就是老系名才有印象的 以前大溪人偶节都会出中华邮政邮票 中华邮政邮票 那你们一定买爆吗 呃我小时候没有买 没有买 因为我以前不懂邮票 哦 但是如果现在有这个东西 其实算蛮屌的 诶那那些邮票在网路上 现在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吗 毕竟应该都绝版了吧 我觉得应该会吧 可是我自己觉得啊 布拉西商品 周边商品 保值 没有像大家想象的 哦 那么好 好比说公仔 嗯 公仔就真的有差哦 嗯 我买第一代的公仔 跟买到现在的公仔 买到现在的公仔 顶多价差在一百块上下 啊真假 甚至是便宜一百块 啊 比原价还便宜的卖出 还会掉价呀 对 因为受众比较小的关系吗 对 这就是受众比较小的关系 哦 就好比说 刚才说大溪人偶节 我们可以说那时候的 霹雳布拉西的线下活动 嗯 在那时期最精华 嗯 好比说 大溪人偶节 刚好遇到 呃 宜兰传艺中心开幕 嗯 那那时候 霹雳布拉西很常 在那边办活动 是 所以会有 哦 参加完大溪人偶节 我要再去宜兰传艺中心 赶场 对 就可能会有这样子 重叠的场 或者说 可能这一季结束 我就要去大溪人偶节 还是什么之类的 嗯 那时候线下活动 甚至说周边商品 都会有 卖到 一定要让现场的人都买得到 嗯 所以邮票 我们刚才也研究说 哎 邮票可能第一代 真的会比较保值一点 嗯 因为现在买不到 嗯 同样第一代的东西 可能你买到后面的 就是大家 哦 那些周边出的量都是有 对 有符合供应 所以没有那种 供不应求 哦 了解 所以我现在有 激豆系列公仔 布拉西名就会懂 就是 那些公仔我都有 嗯 就是 价差会差到 一两千以上 嗯 看角色 嗯 隐藏版 就更不用说 哦 所以就是布拉西的商品 预格来说 没有大家想象中说 哦 买了就一定会保值 这也跟他的受众有关系 哎 出乎我意料之外 对 是吧 就 如果 大家都 这就是大家对布拉西的印象 嗯 因为第一个 你可能就想说 哦 他的东西应该会很有价值 是 可是因为 市场的供应 需求 嗯 不见得 他的每一个商品 都能够在事后都 保持着一样的价格 嗯 尤其 我们刚才会讲到 线下活动 那时候最精华 是因为那时候会出来 跟着布拉西一起走 走跳的细米 就真的很热爱布拉西 对那些老铁粉们 老铁粉们 那现在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吸收到不是布拉西的族群 嗯 那现在 因为大家收视方式啊 变多元了 是 大家不见得 会像以前 我们布拉西米最传奇的传说 就是 哦 97% 的收视率 那么高啊 对啊 以前 因为以前只有老三台 哦 尤其时间到了 你就必须要看哪一台 嗯 所以以前有史燕文 他创下 哦 农夫不作业 嗯 所以 台湾进播 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 布拉西他改变生态 嗯 然后到后面 哦 录影带崛起 嗯 然后录影带 可能就又变成是要开发一个新的市场 也是啊 过去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 然后 毕竟布拉西它是有剧情的嘛 而且还蛮精彩的 这样自然会吸引很多人 在那个时候去看 对啊 尤其以前就是 单元剧啊 就是 我看完这一部 我就知道 哦 这一部在演什么 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入门 那现在很多不是布拉西米的人 他们不好入门 有一个原因是 嗯 布拉西都是偏 长篇剧情 长篇 哦 有人就觉得 我只想看短短的单元剧 你一长篇 我要一直花时间去追好翻 对 而且他们有所谓的周波压力 周波 他一个礼拜 蛮多不是布拉西米 听到这件事情 他们觉得 很扯 嗯 就是他一个礼拜要推出两集 一个礼拜跟两集 两集还是一集一个小时 一集一个小时 哇 对啊 这件事情 有些人听到就觉得 很不可思议 太累了吧 对啊 产量很高 产量超高 所以他们才会号称 自己是最长的木偶剧 就霹雳布拉西 就是因为他们 每一周 他们必须要推出两小时 甚至说 可能还会有像 金光布拉西 天语布拉西等等那种 同一个产业会推出不同的戏剧 但想必那些布拉西产业 真的下足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就是很有底气啊 就是他们必须要 很知道说 这一个礼拜要拍什么样子的内容 干得及 要播的内容 真的不容易 很让人尊敬 就以八点档来说 每一天都要播 所以他必须要抓好 每一天的run down 霹雳也是一样 布拉西也是一样 那对于一些不看布拉西米的人 他们可能 这个我之前做过一支影片 就是不是布拉西米 看布拉西的刻板印象 像你刚才有提到 你可能对布拉西的基础印象 是比较偏小吃 对 然后是两只手 可以操弄一个角色 那在我认识阿提过后 我才知道 哇天哪 现在布拉西的戏 已经进化成这样子 他的关节动作啊 然后眼睛也可以扎 就各种地方都细节增加了非常非常多 那真的是 对还可以流眼泪 对 然后那个造型的精致度 也是提升了不少 对 所以有些 可能综艺节目需要效果啊 他们都还会把布拉西塑造在一个 停留印象 就是肢体不协调 就是现在没有影片可以给大家看 我记得你以前某一集节目 有这样讲到 对我有讲过 所以大家就是 可能要见解啊 就是毕竟布拉西 因为某些情况下 他的族群缩小 是 然后再加上可能 普罗大众会认为 他是偏老一辈人在看 就好比说 刚才阿毛说的 他可能爸爸有在看 然后因为我可能不懂剧情 我可能对台语不熟悉 我就没办法融入剧情里面 不过认识Gaven跟阿提过后 也发现就是 其实布袋戏迷 也不仅限于在我印象中 所认知的那些中老年人 就是年轻人也是有的 对啊 对 然后前阵子有跟阿提去看素环真电影 就我们今天要讲的嘛 然后当下 其实也看到蛮多年轻人 就喜欢布袋戏的 那你对素环真电影啊 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总监说嘛 他们想要打入 不是布袋戏族群的市场 你对这部电影的感觉如何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跟我以前看的那些动画电影啊 又或者是电视剧演成电影啊 他是以另一种形式来呈现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去尝试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所抱持的印象 就是你只是把它当成 可能是另外一部电影 可是他是用布袋戏的方式演出 对其实我一开始抱持的心态是这样子 没有错 那你看完对于布袋戏有改观吗 还是对于剧情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剧情吗 我总是听阿提在旁边说 这是一个对于老戏迷来说 可能不太合格的剧情 但是我对于这句话表示非常不能理解 因为我就觉得 他就是一个顺顺走下去的故事啊 但也有可能是毕竟我非戏迷 我以前就是没有在关注你们霹地布袋戏的剧情 那可能有一些我似乎会看不懂的地方 我会自动把它合理化 比方说什么呢 八指麒麟 然后他喝到酒 然后好像跟素环针用在他腿上的药物相克 然后导致死亡 但是那个草跟药酒的名字 他有讲出来 但是我压根都没听过那是什么草什么酒 但是我自己会很自动把它合理化 就是这个或许是在证据里面有提到过的酒跟草 所以那应该就是毒酒跟毒草 导致八指麒麟过世这样子而已 草应该叫走路草 那你刚才说的就是 它是一个元素 对于我们看不爱戏那么久 应该是说即便我不看不爱戏 我对于这段剧情会有诟病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希望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要套路你刚才的想法 就是这可能是原本本来剧情就已经设定好的 我不熟悉 所以我就跳过 但其实这非常难避免 毕竟大家对于任何一个已经根深蒂固的概念 都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那我也尝试过净空自己的脑袋 但是也没办法净空到多少 那个毕竟你还活着 你还在呼吸 你存在在你身体里的想法还是在 所以这部电影你是算顺顺的看完 就顺顺的看完 那对于武打动作 武打动作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跟以往自己的印象比起来 毕竟他的不管是声光效果 还是动作的流畅度 然后我以前在看布袋戏的时候 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要用那个闪光一直在切换画面 让我觉得有点眼睛不太舒服 但这次我感觉他既有温和的感觉 精彩也没有流失掉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观影体验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布袋戏民跟 布袋戏民之间的认知不一样 因为其实在布袋戏的拍摄 如果假设你有机会去看的话 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本剧拍摄 因为他每一周都要推出很多内容 但是他们为了要让每一段好拍摄 所以他们会把分镜切得很碎 但他们没有所谓的分镜表 他们就是 我在想如果布袋戏要画分镜表 那要几千张啊几万张 对啊他们没有办法应付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 现场跟超偶师 要达成一个配合目标 就是说我要这个动作挥拳过去 所以你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方式表现 然后不会穿帮就好 所以是跟一般拍摄的片场 是不一样的沟通方式的 对就是他们会有很多所谓的卡接 就是我可能这一个画面 我要切他眼神 可能就换了三张画面 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那虽然这电影 他就比较符合正规一般电影的拍摄 他有我这画面里面 我要强调什么样子的东西 所以不能省略 以及必须要符合我分镜表里面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试着 打入一般大众用的方法之一吧 对 但是你会觉得 木偶表情单一这件事情吗 表情单一吗 倒也不会耶 因为观影他不仅是用看的 你除了他的声音表现 还有他的动作也好 你就可以轻易的去看到 当下角色他处在是 一个亢奋的情绪啊 又或者是悲伤的情绪 所以我也不太会去诟病说 怎么都那张脸我要怎么听得出来 觉得你至少有 融入剧情去感受啊 我觉得这就是不同的体验感觉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像布莱西米 他们都会说 为什么要把脸放倒到这种地步 大特写 大特写 可是表情比较单一 这也是 为什么我刚才前面有讲到 布莱西的拍摄方式 跟我们认知不一样 因为必须要跳脱一些 我们所谓认定的缺陷 就是好比说流眼泪 我不会让他直接流下来 他可能会用借位的方式 是take链颊 可能一滴眼泪滴下来 这样最轻松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这次的操偶 会被一些老细米讲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东西 搞不好还是会让 普罗大众认为说 这就是缺点 为什么要颁给大众去看 那这样子有推广到吗 但是我们刚才聊完 其实你如果购融入 在当下剧情里面 你就会觉得 其实没什么 对其实我是觉得 刚才所提到 那些老细米的想法 可能是想有点太多了 对于我来说 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讲 就有点想太多 就是我就知道 他现在很难过 然后管你特写什么大表情 你不会听旁边的音乐吗 你不会听他怎么演的吗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现在该有的表情是什么吗 他就是布袋戏 他磕的脸就是那样子 你又没有办法要求他 要会动眉毛 然后眼睛要扎扎扎扎扎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像你刚才说动眉毛 有时候会 可能用电脑特效 电脑特效 会啦 偶尔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是啊 我就觉得 你就知道他是布袋戏了 然后你就要去欣赏 他跟一般我们看的片 不一样的地方就好 真的没有必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老实说 那你觉得声音跟动作有一致吗 声音跟动作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在focus 没有特别focus 因为我自己啊 这是我自己看 因为可能这次的表现方式 跟我过往看的布袋戏 有差异 所以有时候在一些动作上 我会想说 怎么 所谓的木偶表情 跟表演方式 跟口白是没有搭在一起的 好比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孙兰真去借书 有一段 他挥手 那个其实真的很现代动作 就是 我没有 我没有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因为以前会 可能会用背影啊 还是说 可能特别focus在一个段落 可是 言不表情 不会让你 很明显的看完 这样子 然后 我对那一段会比较 有点想说 嗯 蛮突破的 方式 但是我觉得这段 应该是会比较打入 所谓动漫市场吧 其实我对这段 就没有特别的感觉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正常人所表现的情绪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 你觉得最后的结局 是你想象得到吗 还是 我是觉得有一点奇怪啦 奇怪的点是 从来没有那么舒畅过 但是 我是觉得 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 我觉得 这真的是 因为我们平常都各自有忙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们写 孙兰真的可不可以看 这部电影那一支影片 因为其实这也是我比较 想说一般不是不爱戏 你看到这段会不会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我刚有这个疑问感的时候 就被我刚才讲的 嗯 可能在这部戏以前 他可能又经历了什么磨难吧 给打消了 对 但是 呃 还有一点就是 秋尾麒麟他 为什么要莫名其妙 塞两颗石头给他 他只是 不小心救了他 所以他就要给他天命吗 我是觉得这个天命 好像有点好得耶 哈哈 就是 好这就是一个NPC角色 NPC角色 NPC角色 你救了我 谢谢我给你奖励 对对对 我要理解成这样子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 他算是 可能小朋友看也会看得懂 嗯 因为对于 像你刚才说 素兰真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嗯 对于 我 我再看完整部电影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被爸爸竞逐的孩子 然后突然姐竞逐 哦 我好舒畅 好舒服 好舒服 我终于可以每天出山 这样子 我可以出去玩了 这样子 对 然后打败 就是那个动机感 就觉得不太足了 但是 后来想说 嗯 还是算了 可能是我 没有看到的地方吧 对 可能 嗯 我自己也会想说 嗯 可能 想要让你们理解 我的想法 反而不是说 像你说 他可能在之前剧情就演出 我会想说 哦 这可能想要让 不是不带戏迷 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 蛮大的疑惑出来 我会这样问 就是因为 我自己对结局 是有点疑惑的 哦 尤其我 其实讲过一个内容 好比说 素兰真 在一开始 打败魔王 这件事情 不需要反转 为什么 我主要是觉得 他可以 就打败魔王 然后不用像 中间你刚才说 我从来没有那么舒畅 那一段内心 戏就对我来说 有点 多余 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 你要舒畅什么样子的内容 对啊 尤其你 目前的故事架构 就是你为了打败这个魔王 你被 球尾麒麟塞了 两颗心脏 对 两颗心脏 所以你一人三化 然后明明你就 两个人架住他 你那一剑砍下去 他就差不多应该要死了 然后中间插一个 哦 魔王反败为胜 我就想说 这不会打乱大家在看 这部戏的感觉吗 因为 我是觉得这应该是电影想要放更多华丽特效的原因吧 可能是吧 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有点像是参考漫威的一些最后打斗大魔王都会有一些 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但是我觉得铺层比较有点不太需要这个内容 他就是想要有个跌宕起伏吧 那这部电影对你来说 有办法让你入坑了解布袋戏吗 其实没办法耶 老实说 因为怎么讲 好像我听到阿提说 他身边有朋友说 他会希望介绍所谓霹雳布袋戏的大台柱 素环珍的声势 但是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 演出来就只是他被八指麒麟捡到一个白发婴儿啊 那老实说 他作为素环珍的前传吗 哦 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 他为什么后续那么强吧 就是成名前的故事 成名前的故事 但我就觉得还好耶 还好 因为我自己 就像如果假如你看完这部电影 你没有想要再继续看下去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些初衷 就会有一点 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真正要的地方 但老实说 如果就是你把它看作一个完整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啦 那如果有下一部你会看吗 下一部哦 这个问我不太准 因为老实说我看任何电影都是陪看的 所以你平常不会看其他部电影 比较少 真的假的 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 所以你不会看什么漫威啊 漫威我是不追的 你不追 然后你最近一部除了布袋戏电影以外 你看过什么电影吗 月老 那也是我朋友就是找我去看的 然后那部评价我也没有给到非常高 可能我看电影的角度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一点啦 有刚才其实聊完我就大概知道 你可能care点在哪些部分 然后我只是想说 尽量把这个东西导向在同一个段落 了解 那其实我也会觉得 假设啦 我想推荐你去看布袋戏 我会推荐哪一个内容给你 你有在看串流平台吗 串流平台偶尔啦 偶尔吼 对 那有一个是Netflix Netflix 它有一部是刀说艺术 刀说艺术 蛮常听你们节目里面会提到 对对对对 它算是一个布袋戏重启的作品 所以它可以把一些可能既定的印象都舍弃掉 是吗 在刀说艺术里面可能还不太有办法 但是我会说它是重启 是因为它是1990就有的一部戏 对1990年的霹雳艺术 改编成现在的刀说艺术 所以它要让大家看以前的剧情 然后用新的方式演绎 它就是一个崭新的方式 再把它重新用 就是老剧重拍啦 哦了解 就是像我们很可能有些 斗鱼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样子 它让你看到 以前的剧情现在演出来还是很精彩一样 那可能有些人设就会跟斗鱼一样 不会保持着原本斗鱼我们的印象 可能小燕子怎样怎样 对吧 那我会说刀说艺术推荐你去看是因为 它是一部有串流平台 比较好收看到的 对比较好可以让我们接触到的一部 对对对对 那这一部它就是主演霹雳不爱戏的三大台著的故事 我知道一定有素环针 然后一夜书 一夜小猜 这个就是布袋戏迷俗称的霹雳三大台著 他们三个非常有名啊 你即便没看过布袋戏 你也听过素环针 对 然后你也听过一夜书这个名字多少听到过啦 对然后以前跟神魔之塔也还有合作 他们也出这些最主要的大台著角色 对对对对 所以有玩手游多少还是看得到 对啊看得到啊 对啊 所以刀缩艺术我觉得它是赢在一个点就是方便收看 对 因为你有订阅Netflix你就看得到 现在Netflix那么的普遍吗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一部还会有点难入坑 那另外一部呢 你平常有在看动漫的话 你应该听过虚渊玄 虚渊玄 好 如果你不是动漫名 可是你对动漫有一定的 就是 那我应该在这边 对对对 那有一部戏也推荐你去看 叫东离见流记 那不就是日本去配的吗 对 就是日本的声优来配 然后日本的编剧来写 然后由台湾霹雳不来戏演出 但是他的角色剧情 都是全新架构 他不是套用在 霹雳不来戏的内容里面 所以里面没有素环真 里面没有 还是有 这个部分等你有看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好了 算是一个小彩蛋吧 还是有尬到边 他算是一个小彩蛋 然后霹雳要拍素环真的动机 也会跟这个小彩蛋有关系 他会把所有的霹雳宇宙 串联起一个循环链 真的很像就是他们想做漫威那样子 对对对 你可能在我哪些剧集里面 看得到这些一点点影子 那我觉得东离见流记相对来说 我蛮多朋友 蛮多不是不带戏迷的朋友 他们也会看 而且主动追 甚至还会去参加可能像首映会 还是特映会等等的 那这一部就真的是好入手很多 你可能他一集也只有23分钟左右 也不会像一整片一小时 那么长的篇幅 大家会看到有一点点没有耐心 对 所以这一部戏 就是推荐你去看 也比较好入坑一点 尤其蛮爽的 看完就说 我看完了 就像平常我们在追动漫的 就是连载一样 就是很快速 我看完了 终于追到结局了 这样子 对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有结束的 那电影也差不多就是希望 让大家看完就毫无悬念的 我看完这一部可以结束了 原来啊 对啊 那苏安真电影 如果以你的看电影角度 你会推荐别人去看吗 我觉得非戏迷的话 你可以抱持着尝试的心态去看看啦 那至于这部电影 有没有办法让你入坑 我只能说看个人咯 对 真的算看个人 对 那我觉得就是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故事顺顺的看完 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对啊 起码我觉得 我这两百多块电影票 我不会觉得亏 两百多块好便宜哦 你知道微秀有些电影票很贵 对有一些啦 对啊 但反正你这张电影票 就是你买了 然后不会是一个非常差的体验 算是值得 来看一个全新的表演 对没错 进入一个你不熟悉的世界 嗯 搞不好他也会因此 让你打开一个别的世界的大门 也说不定 打开一个新的盒子 对你的生活因此多彩多姿 哇这就接得也太那个广播剧了吧 哈哈哈哈 好啦 那今天也跟阿毛聊到 他对不爱戏的印象 以及素环珍电影 对于一般不是不爱戏迷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嗯 那也很谢谢阿毛今天特别 跨刀来跟我们聊这集 现声 对啊 这集我表现得还好吧 你不用那么紧张啦 你自然就是最好的表现啦 我怕大家会想说 这一集 Gavin 听起来好紧张 好不自在 还好啦 好啦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嗯 那我们下一周可不可以看再见 我是 Gavin 我是阿毛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下 there吧 嗯 收还 帮留言 嗯 收尽